前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吃火锅 就各种各样的火锅都尝试过 有一次我去了一家原生态火锅店 进去以后他就跟我讲 我们这儿所有的东西都是纯天然的 然后刚坐下没多久 又过了两个服务员 有个服务员拿了两个棍子过来 我说两个棍子干什么用的 他说原生态呀 你们得坐牧取火 我前一段时间也说过 就是那个欢乐他媳妇最近怀孕 所以他们比较关心这关于孕妇 产妇的一些职舍 我那天上网搜了一下 他说是网上有这么个传闻 说是产妇坐月子期间 喝母鸡汤可以催乳是真的吗 这我听过呀 这不是 因为我是记得是喝鲸鱼汤是催 那个也催 那个也催 那喝啥东西不吃 那你说吧 你说你的故事是什么 我大表姐就是 大表姐 你我搞的我都有点不敢喝母鸡汤了 所以你觉得这个说法应该是真的 是真的 曾黎你觉得她是假的 我觉得是假的 为什么呢 我没听说过这个 因为我是 对这个没有什么常识 因为我也是吃素很多年了 也不喝母鸡 鲫鱼 猪蹄 也都不喝这些汤 所以说只是印象当中 好像周边的亲戚 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都是喝鲫鱼或者猪蹄 母鸡汤是补生 就是好像是营养 对 但是跟那个 跟催乳不一定有关系 对 所以你觉得这是假的 嗯 好了 两位嘉宾都已经把答案给出来了 事实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请看我们的调查短片 产妇坐月子期间喝母鸡汤可以催乳 是真的吗 游子万事足 常可以用来形容喜得贵子的心情 但是在产后 新妈妈坐月子期间 也时常会有烦恼 像遇到奶水不足的情况 老一辈的人就常说 多喝点母鸡汤有助于催乳 这是不少人都听说过的下奶天方 这个时候主要是喝什么汤 母鸡汤吧 这个一般喝的是母鸡汤啊 母鸡啊 都说母鸡汤是补的 一个是催奶 还有一个就是补身体 可能就是以前传出来的那个说法吧 很多人都认为 喝母鸡汤催乳并没有问题 但是最近有网友提出不同的说法 认为产妇坐月子期间 喝母鸡汤不仅不能起到催乳的效果 甚至还会造成产妇回奶的现象 母鸡的软巢和蛋衣中 还有一定量的雌激素 产妇体内的雌激素增多 就会抑制催乳素的分泌 乳汁分泌就会变少 甚至造成回奶 网友对此的解释 不少人联系自身的情况 感觉确实有道理 产后第六天开始喝老母鸡汤 从那以后就没占过奶 月子里母乳本就不足 以为是下奶的 现在才知道是回奶的 月子里喝了一次母鸡汤 堵了奶量变得很少 婆婆月子里天天熬母鸡汤 等她走了 觉得自己奶水瞬间多了起来 那么流传了这么多年的下奶偏方 是错误的吗 网上说的喝母鸡汤 不会起到催乳的作用 是真的吗 为此我们采访了 解放军第309医院的 营养科主任左小霞 鸡汤自古就是催乳的佳品 因为鸡汤的话就是滋补的 鸡汤里边有很多的维生素 矿物质 还有一定的氨基酸 那么这些都可以促进我们的代谢和循环 能够促进我们的营养素 流通到我们的全身 当然也包括到我们的乳腺 那么对此中医又是怎么认为的呢 在我们中医记载的话 母鸡偏于滋阴 它属于阴性的 产妇生完孩子之后 往往是气血虚弱的 一方面可以补益它的气血 另一方面有一定的催奶的作用 看来喝母鸡汤 确实是可以起到催乳作用的 那么网友提到的 自己喝完母鸡汤后 反倒有回奶的现象 又是怎么回事呢 中医讲的话呢 产后缺乳是有两个病因病机 一个是气血虚弱 和这些汤的话呢 补充它的营养 补充它的气血 就可以使它产生乳质增多 如果补得过度的话呢 或者心情不舒畅的话呢 导致肝去医治了 它虽然产生了乳质很多 但它排不出来 所以呢 这种呢 有的人可能会出现乳房胀痛 但是呢乳质很少 有的时候可能还是和它 一些情质的淤质也有关系 那是不是只有喝母鸡汤 才能催乳 其他的汤可以达到催乳的效果吗 其实催乳的话 我们现在建议的 不光是喝鸡汤 排骨汤 我们的猪体汤 鲸鱼汤 然后一些牢骚鸡蛋汤等等 包括西红柿鸡蛋汤 都是很好的 它本身从我们 祖国医学的角度来看的话 就有秘乳的功效 医生同时也强调 喝的汤不要太油腻 以避免脂肪过多 引起血脂高和肥胖 总结起来 不少有助催奶的食物 都是一些汤水类的 那为什么喝汤汤水水的东西 就有催乳的作用呢 我们因为乳汁 它主要的成分是什么呢 里边除了主要的是水分 那么还有一些 矿物质 维生素 蛋白质 脂肪等等 那么汤汤水水里边 有不少的水分 第一个可以促进 我们循环血量的一个促进 第二个呢 汤汤水水是我们这些 汤水里边所含的营养素 所以说它可以促进 我们进行代谢 促进我们这个乳汁的分泌 医生同时说 在坐月子期间 产妇也要尽量保持 心情畅快 睡眠充足 这些因素也都能够 更好地促进乳汁分泌